台东县的一名王姓男子 表面上开设公司做生意 暗地里却伙同旗下的成员 进行暴力犯罪的行为 台东县的警方经过了 好几个月以来的跟监和收证 4号的中午宣布破案 将王姓暴力犯罪集团 一共9名成员居提盗案 瓦解了这个非法暴力的组织 在警方鹤枪实弹的攻坚下 嫌犯只好乖乖的束手就勤 在大家熟悉的古后仔系列电影的港片中 地痞流氓拿着棍棒武器 涌枪自重 成天争夺地盘讨债和邪斗 这个电影中的情节 却在台东真实上演 台东县一个以王姓男子为首 一共9名成员的暴力犯罪集团 表面上建立据点开设公司 对外做生意 但是却暗中介入他人纠纷 处理债务和毒品买卖 不时地用各种理由 持枪将被害人带到公司内拘禁 并且用棍棒殴打 电击 水刑 还有强拍裸造成方式 谋取暴力 手段相当残暴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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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幸在台东县警方 经过好几个月的跟劫和收针 在日前的攻坚行动中 起出了安非他命80公克 还有鑽用的棍棒 刀蟹和枪支等武器 终于在4号中午宣布破案 瓦解了这个暴力犯罪集团 全案也依组织犯罪 毒品 妨碍自由等案移送台东地检署整班 记者安杰伦 台东市报导